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我在家楼下养的羊水仙被人偷了 拦腰断了一大截 剩下半株在风中瑟瑟发抖 路过的邻居看了都觉得可惜 帮我怒骂偷花贼没良心 我们小区每栋楼前 专门设了一块地给居民种花草 而我这栋楼住的大多是996的年轻白领 上班都来不及 花坛几乎都被我一个人承包了 有时碰上了 他们还让我多种点 等开花了看着赏心悦目 现在不知是被谁惦记上了 可附近没有监控 小偷无从查起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警察来了 瞧言心事吗 有人举报你蓄意谋杀 跟我们走一趟吧 什么 同志你们搞错了吧 我冤枉啊 有什么话 先去所里面说吧 我还一肚子冤屈呢 当然要去了 可一到地方 就看见许久未见的婆婆正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她朝我冲过来 若非我躲得快 那耳光已经挨上来了 就是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是她害死了我的大孙子 我 妈 您什么时候有孙子了 我做儿媳的怎么不知道 陈瑶三代单传 我跟她丁克三年 怎么从不知道她有儿子 见我不承认 婆婆气地发抖 扯着嗓门 让警察将我绳之以法 我虽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 但也不能平白受冤 我也找警察哭诉 一时间 审讯室里面好声热闹 民警按了按太阳穴 看向我的眼神 带几分不善 楼下的羊水仙是你中的对吧 我一愣 点点头 紧跟着 民警甩出一叠照片 羊水仙不能食用你不知道 你还挑最毒的花间部分包饺子给人吃 这属于下毒谋杀 我沉默片刻 总算捋清楚了 婆婆偷了我的羊水仙包饺子 给人家吃流产了 现在还想倒打一耙 栽赃我蓄意谋杀 我被气笑了 证据呢 谁起眼看见我包饺子送人吃了 警察同志 我也要报警 今天早上我的羊水仙被人偷了 这可是邻居有目共睹的事情 我还谢谢您帮我抓贼呢 这下 审讯我的民警猛了 重新将婆婆叫进来 她恶人先告状 坐在地上拍着大腿 她嫁进我们家这么多年 肚子连个响都没有 自己留不住男人 就把竹意打到书衣头上 差点害得她一失两命 警察同志 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 我扯着嘴角冷笑 妈 您这是说什么话呢 当初可是陈瑶说 想当兵客 现在她自己耐不住寂寞出轨 老天长眼 让那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孩子留掉 怎么还成我的错了 您偷我东西还有理了 可婆婆不听 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下贱 什么你的东西 那不都是我儿子的 我大孙子想吃韭菜饺子怎么了 谁想到你居然往里面下毒 我立马揪住她话里的关键词 韭菜 神他妈的韭菜 我一拍桌子站起身 就连旁边的民警都被吓一跳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这是羊水仙 是观赏盆景 不是韭菜 说完 我冲始终沉默地民警道 您也听见了 是她自己认错了 偷了我的羊水仙包饺子 可不是我故意下毒 什么羊水仙 那就是韭菜 我活了这么多年 吃得严比你吃的饭都多 还能不认识韭菜 没想到 一株羊水仙 倒让我看清楚了这家人的真面目 难怪陈瑶这段时间总出差 在家的时候也心不在焉 而她这个妈打着照顾我的名义从乡下来 却整天不见踪迹 我一早察觉到不对 没想到真的背着我在外面养了小三 要不是今天这一出 只怕她过不久都要家庭美满地让我收拾东西滚蛋了 还有脸拿我种的羊水仙去献殷勤 真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 那株羊水仙是我花十万从国外买的 悉心照料这么久 要真算起来 这都构成大金额盗窃了 这笔钱 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婆婆一听又炸了 嚷嚷着骂我黑心撒谎 那几株韭菜十块钱她都嫌多 我双手环抱着冷笑 那好啊 我现在就联系专家上门鉴定剩下半株 看看究竟值不值这个价钱 婆婆满脸刁钻 掏出手机就要打给陈瑶 让她来管教我 我不以为意 事到如今 她还以为我是那个孝顺温婉的好媳妇 别说是陈瑶 就算陈瑶的祖宗来了 这笔钱也照赔不悟 只是我们一行人回到家的时候 那半株风中摇曳的羊水仙已经不见踪迹 独剩下两个黑油油的小土坑 婆婆瞬间猖狂 狠狠推了把我的肩膀 有本事你把东西拿出来鉴定啊 就是个破韭菜 还想讹我 我呸 与此同时 陈瑶从楼上下来 裤脚还沾着湿润的泥土 我冲过去揪着她的衣领 我水仙呢 我怎么知道 你自己的东西看不好 还有脸问我 这话一语双关 不仅是花 就连自己老公都看不住 我握着拳头沉默 要不是民警还在 真想给她来一拳头 被背叛的滋味不好受 但针刺般的委屈只是一瞬 现在更多是怒火中烧 婆婆再次嚣张起来 嚷嚷着那就是韭菜 告我谋杀不成 她现在反告我讹诈 跟随而来的民警估计被吵得头疼 对视一眼都没着急开口 陈瑶也皱眉斥责我 瞧言心 你闹够了吗 还不嫌丢人 书仪就是因为吃了那些东西包的饺子才食物中毒 怎么跟你没关系 我悠了一声 是我硬塞给她吃的吗 自己喜欢当小偷 占便宜 还觉得光彩不成 眼看着又要吵起来 我懒得多废话 直接冲警察举证 早上跟着警察离开的时候 我将屋里的摄像头调转了方向 正对着花坛 而监控里 清楚拍下了陈瑶二十分钟前急匆匆赶回来 将那半株羊水仙拔走 可陈瑶不要脸 老子自己加重的东西 看不顺眼还不能拔掉了 我养了那么长时间的羊水仙 没见他看不顺眼 今天倒是火急火燎 不是心虚是什么 我拍了拍手 没关系 有视频照样可以鉴定 赔偿款 我要定了 要不是刚才拿出购物记录被婆婆反咬掉包 我也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 鉴定出结果需要三天时间 婆婆恶狠狠地警告我 小剑蹄子 以前还真是小瞧你了 真以为我怕你 她告我不成 现在反倒惹上了盗窃的赔偿官司 自然心里不爽 但我高兴呀 末了还不忘说风凉话 宁可嘴上积点得吧 小新针段子绝孙喽 她气急 张牙舞爪要冲上来打我 光天化日打人呀 警察还没走远呢 陈瑶赶紧护着他妈 脸色便秘般望向我 言心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冷哼 若非今天这一出 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在他们口中 就是个吃喝玩乐铺张浪费 还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看母子俩气得脸色铁青 我美滋滋回家 然而一觉醒来 我在网上火了 好消息 我跟我的偶像同一天上热搜 坏消息 我被骂得体无完肤 小三开了直播 哭诉自己好不容易怀孕 却被我故意下毒害得流产 差点连命都丢了 舆论瞬间被带动 所谓正义的网友们不分清红皂白地辱骂我 更有甚者还开始人肉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自己生不出来 还不让别人生啊 这种人赶紧被雷劈死吧 建议查查他家 保不齐还养了什么祸害人的玩意呢 公检法是吃干饭的吗 这都构成故意杀人罪了吧 短短十分钟 已经有十几个陌生来电打进来 我皱着眉头将电话卡拔掉 但我意外的是 直播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人 是我的上司沈淑仪 原以为陈瑶被哪个狐狸精勾走了魂 结果却是个快四十的离异老女人 我着实绷不住了 至于饿成这样吗 直播间里 小三 哦不 老三还在抹眼泪 毕竟我的年纪摆在这里 医生说我能捡回一条命已经很幸运了 至于孩子 以后可能都不能再有了 我只是想有个依靠 看来是我痴心妄想了 我气不过 在直播间一一回复那些嘴里喷粪的网友 插足别人的家庭 还有脸哭 在这里装什么清纯白莲花 下毒跟盗窃搞清楚吧 一大把年纪了 真以为法律是完呢 真是好样的 我当即向律师咨询了相关事宜 并在他的专业建议下 以诽谤罪名果断发起了诉讼 然而 在等待开庭的那两天 我饱受威胁与恐吓 每日都收到充斥着恶意的短信 甚至收到了装有死老鼠和遗兆的快递 恐惧感自然无法避免 但好在有闺蜜的陪伴与支持 他将我接到家中 不断安慰我 让我明白错的人不是我 在深思熟虑后 我决定将事情真相公之于众 企图自证清白 然而 网络上的舆论早已被沈淑仪的虚假泪水所影响 我的真实陈述并未激起任何波澜 反而被部分网友讥讽为装柔弱 毕竟 沈淑仪所受的伤害看似确凿 而我仅凭言辞 确实难以扭转大众的看法 我愤怒得几乎想摔手机 心中充满了委屈 我什么都没做 为何却要承受这样的无望之灾 回想当初 陈瑶曾以不愿见我怀孕受苦为由 提出丁克的想法 那时我感动不已 觉得能遇见它是我莫大的福气 如今想来,真是悔不当初,遇人不疏 开庭荡日 我见到了沈淑仪 她坐在轮椅上 脸色苍白 见到我时毫无愧疚 甚至挑衅我 这场官司闹得沸沸扬扬 我知道丢脸的只会是她 闺蜜紧握我的手 愤然骂她不要脸 老牛吃嫩草 又转头指责陈瑶饥不择食 两人真是臭味相投 我与沈淑仪在公司接触不多 她作为业务主管 常年在外奔波 而我作为技术员 仅在工厂巡检时偶尔碰面 但公司里关于她的传言一直不绝于耳 什么靠身体上位 与客户关系暧昧等 之前也有同事因在她面前议论而被开除 因此大家都对她敬而远之 半年前的一次部门聚餐 陈瑶开车来接我 顺便也载了沈淑仪 但中途我接到闺蜜车祸的电话 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 便让陈瑶独自送沈淑仪回去 之后 陈瑶便频繁以出差为借口 我们的夫妻关系因此雪上加霜 现在想来 他们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了不正当关系 闺蜜在旁愤怒地吐槽 而我只是拍了拍她的手 示意她不必激动 我们一同走进法庭 心中清楚这场官司我们稳操胜券 无需与他们多费口舌 法庭上 陈瑶他们避重就轻 抓住我所有的羊水仙导致沈淑仪流产这一点 企图让我承担损失 赔偿精神损失费 医药费及务工费共计三十八万元 我冷笑一声 反问他们 是我逼着他吃的吗 还是你们哪只眼睛看见我故意把羊水仙包进饺子里的 狗要吃时关我什么事 没有证据还要嚷嚷 这不是百明了诽谤吗 面对他们的指责 我平静地掏出之前在警察局的录音 我与婆婆的对话清晰可闻 她早已承认是自己误将羊水仙当作韭菜包进饺子 现在想反咬我一口 简直是痴心妄想 同时 关于羊水仙的检测报告也出炉了 证实我那株羊水仙品种独特 价值不菲 再加上养护费用 他们应该赔偿我数十万 然而 这毕竟是家事 想要不赔偿的前提是我放弃追究 但很抱歉 我不仅要追究 还要追究到底 对于他们而言 每一分钱的少赔都是对我精心培育的羊水仙的极大不敬 法官的目光转向陈瑶 询问他是否还有新的证据需要出示 陈瑶此刻的脸色极为难看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仿佛要将我生吞活泼 而我这边 证据齐全 条理清晰 与他们相比 除了那些只会跟风乱叫的网友 他们实在没有任何有力的支撑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他们自己就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婆婆依旧固执己见 她坚决不承认一株羊水仙能值那么多钱 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我与鉴定机构勾结 就是为了讹诈他们 我无奈地摊开手 看向法官 这分明是对我的赤裸裸的污蔑 我已经大度地只要求他们赔偿羊水仙的损失 可他们却还如此纠缠不清 陈瑶的律师试图制止老太太的无理取闹 但最终还是无奈地叹气无脸 似乎对这一切已经感到绝望 毫无疑问 我在这场官司中胜诉 因为我是无辜的 羊水仙是我中的没错 但我有人证悟证俱全 她的失窃我根本不知情 自然也轮不到我来赔偿 反倒是老太太的无知和热心肠 导致了不必要的麻烦 她才是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人 至于沈淑怡 她断章取义 在网上扭曲事实 大肆煽动舆论 对我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困扰 我的闺蜜适时地拿出了精神鉴定报告 向沈淑怡索取精神损失费 并要求她在网上公开道歉 沈淑怡两眼一番 不知道是真的晕倒了 还是在装模作样 陈瑶的脸色顿时变了 她冲我低声怒吼 警告我如果出什么事情 她绝不会放过我 我扭头看向法官 冷静地说 您可听见了 他们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最佳一等 婆婆气得浑身发抖 捂着心脏大口喘气 看起来也快要支撑不住了 陈瑶手忙脚乱地推着轮椅 又歪着身子去扶自己的母亲 脸上露出三分着急 三分憋屈 四分敢怒不敢言的表情 模样十分滑稽 我不忘冷嘲热讽一番 早就告诉过你们 少做点亏心事 现在报应来了吧 应接不暇了吧 陈瑶红着眼瞪我 仿佛下一秒就要将我生吞活泼 但此刻的我 却觉得多日来的阴郁一扫而光 笑到要紧 我提醒他们 小心老人家挺不住 出了这档子事 我自然要与陈瑶离婚 反正人都已经在这里了 我直接上诉离婚 陈瑶无暇顾及我 火急火了地上了急救车去医院 临走前 他一脸可怜地看着我 说 你知道沈淑仪是什么背景吗? 乔延欣 你真以为这个社会法律独大 你真是愚蠢的可笑 我就等着看你咨询死路 说完 他就上了救护车 闺蜜还追着狠狠骂了几句 依旧不解气 或许是担心我多想 他还不忘开导我 哪有他说得那么玄乎 出轨难还有理了 还法律不独大 难道他个老三独大不成? 我并未将陈瑶的话放在心上 反倒有些拭目以待 他们也没让我久等 隔天 我就收到了公司的辞退通知 理由很简单 正常的人员优化 但我不信 部门的技术员总共两人 其中一个上个月回家休产假了 生完孩子未必还回来上班 现在整个技术检查全靠我一个人撑着 这样的 优化 怎么可能落在我头上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原因 反正这种公司我也不想呆了 辞退就辞退吧 但该给的赔偿也不能少 人事的态度极不耐烦 说的好听点是人员优化 说的不好听就是你能力不行 公司白养了你大半年 没让你承担这些日子的损失 已经人质易尽 现在你在网上名声扫地 已经影响到公司的形象 你还想要赔偿 我们没跟你打官司就不错了 我能力不行 这大半年来我没迟到早退过一次 经手的项目也没有出过错 要是这都叫能力不行 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才算行 见我还不罢休 人事的白眼快要翻上天了 在他们看来 我所从事的技术安检工作仿佛无足轻重 他们认为现在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 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 人事甚至直接拿出了另一位同事的辞退证明 声称公司已经取消了这一岗位 从人员优化 到取消岗位 这变化令我瞠目结舌 我双手环抱胸前 冷冷地看着他 坚定地说 如果没有相应的赔偿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辞退 说完 我拿着手机离开了会议室 然而 当我打开电脑时 却发现所有的账号密码都已被更换 下一秒 人事将离职单狠狠地拍在我面前 威胁道 乔延欣 趁事情还没有闹得太难看 你还是赶紧签了 你去外面问问 离职不赔偿的公司多的是 就算你告 我们也不怕 你看谁耗得起 少在这里给我拿法律说事 我笑了 这口气真是大的可以 这就是陈瑶口中那个比社会法律还要厉害的人物吗 我扫了一眼离职单 突然被最后一句话吸引了注意 离职三年内不得从事同行业工作 否则本私有权以泄露商业机密为由索取全部赔偿 这就是他们口中那个无关紧要的岗位 他们竟然把我的后路断得如此干净 我冷哼一声 对着离职单反手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将那张纸撕得粉碎 狠狠地甩在了人事的脸上 我怒斥道 这是什么霸王条款 我不签 又能拿我怎样 人事健壮 直接叫来了保安 想要将我赶走 但我无需他们动手 大不留心地离开了电梯 紧接着就给律师打了个电话 受理了一个新的诉讼案件 既然现在不用上班 我有的是时间跟他们好 经过几次合作 律师已经了解我雷厉风行的个性 在收到我发过去的照片和录音证据之后 他也当场给了我答复 这又是一个稳赢不赔的案子 挂电话前 他好心提醒我上网看看 有网友将法庭审判的结果发到了网上 坐实了沈淑仪小三的身份 一时间舆论风向大变 众人都唾弃这个小三 甚至还有人扒出了沈淑仪跟我同在一家公司 纷纷让我小心被报复 甚至还有网友私信我道歉 这提醒了我 我又给律师打了个电话 追加新的诉讼 电话那端 我明显感觉到律师片刻的沉默 接着就是有些激动地答应 这一次 我要告那些煽动舆论的微博大V 那些打着正义旗号却不分清红皂白网爆别人的凶手 我不是被他们网爆的第一个人 但希望我是最后一个 一系列事情做完后 我这才开车回家 好好泡了个澡 舒服到差点睡着的时候 我被同事发来的信息吵醒 他告诉我 我的岗位上来了个新人 遇事热情洋溢 我脑子一下没反应过来 人是说岗位取消了 难道是骗我的 把咱俩裁掉之后 他们竟然招了个新人进来 听说还是沈淑仪推荐来的呢 我坐在这里两个小时了 连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 我刚才打听了 他工资才两千八百 而且没有无险 果然是大学生廉价劳动力 我无言以对 难怪他们冒着跟我打官司的风险 都要辞退我 毕竟我月薪一万八 扣掉五险一金 到手的零头都比新人多 更何况 我们两个技术员 既扫除了眼中钉 又给公司省了一大笔钱 沈淑仪这一套玩得够溜 也不知道公司哪个高层 脑子被江湖装满了 竟然听他怂恿 随便就安排个新人进来 我点开另一个消息框 是同样被裁掉的孕妇同事发来的 他原本就打算生完孩子再离职 所以离职呆也没仔细看 就直接签了 现在经我一说 他反应过来 嚷嚷着要跟我一起上诉 多个人就多份力量 我没拒绝 让他在医院放心养胎 别为这种恶心事动了胎气 与此同时 律师也告知了我丈夫的回应 他竟驳回了我的离婚诉求 理由是之前的网报舆论导致我名声受损 道德败坏 结婚三年未能生育 竟要求我净身出户 回想起当初他信誓旦旦地说要当丁克 我却未曾与他立下字句 如今这反而成了他拿捏我的软肋 仲裁的前一天 公司人士联系我进行面谈 我果断拒绝 并告知他所有事宜可以直接与我的律师沟通 人士似乎底气十足 声称公司愿意给予我赔偿 并可以将离职单上关于同行业竞争的条款删除 但前提是我必须回公司完成正常的工作交接 对于这个岗位 我深知其实并无太多需要交接的内容 技术检查都有一套固定的流程 按部就班即可 联想到之前同事的言论 我恍然大悟 他们无非是想让我免费回去再带一段时间薪 我冷笑一声 回应道 既然如此 直接把离职单寄给我就行 员工清单上有我家的地址 至于工作交接 我想你搞错了吧 公司不是已经取消这个岗位了吗 我还要交接什么呢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 我隐约听到对方深呼吸的声音 随后传来他略带不满的回应 公司有公司的考量 反正你快点回来交接 不然的话 小心我告你 为了尽快拿到离职单 我还是回了趟公司 不巧的是 在那里我遇到了沈淑仪 她的气色看起来比之前好了许多 正扭着腰从总经理办公室出来 对着镜子补口红 看见我时 她冷笑一声 嘲讽道 想请你一趟还真是不容易呀 我原本不想理会她 但她的挑衅让我无法忍受 我淡定地回应 时间就是金钱 可不能随便浪费 至于你 一只被人穿烂的破鞋 真以为跟着陈瑶就是幸福了 陈瑶她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沈淑仪一笑 似乎并不在意我的讽刺 她悠然自得地说 我明白你的心情 看不住自己男人也就算了 现在连工作也没了 可不就只能嘴上发泄一下 年轻人 真以为你官司赢了就真的赢了吗? 现在这个社会 人际关系才是王诈 只要我一句话 根本没有公司敢要你 我冷漠地回了个白眼 不屑道 我爸妈只是移民国外 又不是死了 我家大把大把的财产等着我继承 要不是我懒得折腾 至于在国内受这委屈 你嘴上喊着山猪吃不了细糠 还真把我当成野山猪了 人人都想来一脚 理解似乎生怕我拿了离职单就变脸 非要让我交完新人才愿意签字 我也公事公办 当着他们的面说得无比明确 交接工作仅今天 有问题就快问 已经相处了两天的同事偷偷告诉我 这新人是沈淑仪的远房表弟 仗着有靠山 在公司里那叫一个横冲直撞 不守规矩 大家现在基本上逼着他走 免得惹一身骚 很快 我就见识到了这位新人的难缠 所有的工作流程 我都有整理成文件 不过有的内容写得潦草 可能只有我自己看得懂 正想解释的时候 新人不耐烦地责了一声 你话真多 我握着鼠标的手一顿 不由地看了他一眼 后者丝毫没觉得有错 依旧猖狂讥讽 怪不得公司要开了你 简直活该 我果断关掉文件 冷淡回应 看不懂就看不懂 关我毛事 不出十分钟 工作交接完毕 当着理解的面 我最后问了一遍新人 他不耐烦地挥手骂我 交接完了 废话真多 赶紧滚蛋 我难得没有呛人 安静签了离职单 转身就走 我很期待等着他跪下求我的那一天 从公司出来的时候 我正好看见陈瑶从一辆奔驰车上下来 他妈妈都住院了 这人还有心情换车呢 就在这时 沈淑仪从斜后方走来 两人旁若无人地在大街上接吻 接着食指相扣准备上车 沈淑仪突然 哎呦 一声 目光精准地落在我身上 他似乎丝毫不在乎网友们的谩骂 在我跟陈瑶还没正式离婚期间 就光明正大的跟他在一起 我渐渐看清了这一切 陈瑶看重的恐怕并非只是沈淑仪的财富 也可能是她内心深处的扭曲 迷恋着那些经验丰富的女人 至于沈淑仪 我也只能说她的思维真是奇特 一大把年纪了 还非要冒险当高龄产妇 她或许应该感谢陈瑶的母亲那顿饺子 让她舍小命就大命 陈瑶竟还厚颜无耻地来找我挑衅 言心 我早就劝过你 别太过天真 看现在 吃亏的不还是你吗 赶紧签了离婚协议 之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救 我们以后各走各的路 就在我们谈话间 陈瑶的手竟然还在沈淑仪的屁股上揉捏着 真是令人作呕 我硬气地回怼道 那还不至于轮到她来给我选择 离婚官司我依旧有胜诉的把握 临走前 我送上了 祝福 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和 哦不对 沈淑仪也就比陈瑶她妈小八岁吧 以后姐妹相称都没代勾 沈淑仪 你一把年纪了 这胎掉了 估计再难怀孕了吧 反正陈瑶喜欢当丁客 你们正好凑一对 我笑着说 看着两人脸色难看 心中才算是出了一口气 不出三天 我就接到了公司人士的电话 语气十分不悦地让我马上回公司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 新人太过自负 之前犯的小错误 都有沈淑仪给她兜底 但这次她出了严重的安检问题 差点因为疏忽 造成了工厂大火 惊动了总部 现在层层追责 新人竟然将责任推到我身上 说我在交接工作的时候乱来 我坐在阳台的躺椅上晒着太阳 冷哼一声 接起电话 就说 大姐 你谁呀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真当我是冤大头呢 李姐的电话打个不停 我索性将号码拉黑 只安静了十分钟 沈淑仪的电话就打来了 我悠闲地接通 沈淑仪的声音虽然平静 但每个字都充满了威胁 她威胁我 如果我不回去 将会追究我的法律责任 工厂的一切损失由我承担 我吃笑一声 关我什么事 你们还真是会找人背黑锅 我签离职单的时候 大家可都看见了 是她自己说工作全部交接完毕的 我也说了 只交接一次 她让我过去当面说 我才不会上沈淑仪的当 谁知道过去之后等着我的是什么 现在我和她之间早已没有上下级之分 我丝毫不甩她好脸色 拉倒吧 你们要是再给我打电话骚扰我 我就报警了 我从那些幸灾乐祸的同事那里得知了后续 事情闹大了 总公司专门派人过来调查 得知现在只有一个新人管技术后 大发雷霆 总经理也失怂 又把责任全部推给了沈淑仪 沈淑仪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 反正一口咬定自己是管业务的 男友权决定岗位去留 大家各个踢皮球 最后全部让新人担责 新人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星期 一分工资没拿到不说 还要承担工厂所有的损失 她的妻子立马就不干了 当场把沈淑仪勾搭客户 背着公司谋私的事情抖了出来 这下已经不是担责的问题了 公司顺着她的话审查沈淑仪 那些本就藏得不深的破事都被挖了出来 沈淑仪被停职彻查 总经理也没能幸免 这一闹腾 公司高层算是大洗牌 我忽然后悔了 我下午怎么就没去公司一趟呢 这么精彩的大戏 就是要当场看看才待尽 我也不磨蹭 立马联系律师 要将手上压着的猛料提前报出去 沈淑仪一个人在职场上打拼多年 的确积攒了不少人脉 可这些人脉 基本上都是靠出卖色相换来的 前不久 我联系上了沈淑仪的前夫 得知两人正是因为这些迫使离婚 还从她前夫的手上拿到了一则猛料 沈淑仪有病 注意 这不是骂人的词 而是真的有病 是没毒 她前夫之所以长时间消失 原来是因为在国外治病 律师很专业 将物证一试两份 一份递交给了沈淑 另一份则寄去了医院 如此一来 沈淑她妈的心脏病可谓血上加霜 听说当场气得休克 情况十分危急 与此同时 陈瑶也收到了公司的解雇通知 理由与我的如出一辙 岗位优化 暂时不需要人 她企图上诉争取N加1赔偿 却被公司毫不留情地驳回 理由更是直白地令人责舍 她因大额盗窃罪身负刑事责任 再加上出轨丑闻败坏名声 严重影响公司形象 公司有权直接解雇 陈瑶听到这个消息 彻底傻眼了 刚从公司出来 她就收到了我准备的 惊喜大礼 直接两眼一番 晕倒在路边 护士联系了一圈家属 最后竟然将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 既然如此 我就勉为其难地去看看她的笑话吧 病床上的陈瑶悠悠转醒 看见我的瞬间瞪大了眼睛 嘴里嘟嘟囔囔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她激动着想要坐起来 但双臂却使不上力 我也没好心到主动上前扶她 就站在病房中央冷笑 医生说她受了刺激 短时间内可能会说话不畅 需要卧床休息 好歹夫妻三年 我们之间也算默契 没错 你被开除那事就是我干的 陈瑶被辞退 是我故意未知 虽说我的人脉不广 但胜在精准 陈瑶公司的海外大客户 正是我爸妈的老朋友 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叔叔 我只需打声招呼 陈瑶就算没签敬业协议 以后在这一行业也混不下去了 可惜呀 程序员不混这一行 就彻底没了吃饭的家伙 而沈淑仪现在自身难保 更保不住她 陈瑶重新躺回床上 胸口上下起伏着 眼神中充满怒火 怒骂我是贱人 我笑得更开心了 故意刺激她 你可要保重身体呀 万一哪天不省人事了 你妈咋整呢 反正你不是喜欢当丁克吗 现在还真梦想成真了呢 这就是传说中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吧 我故意用她的痛处扎塌 陈瑶被我气得喘不过气来 憋得脸色通红 临走前 我抓着陈瑶的手 让她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净身出户 外带赔偿我的羊水仙费用 现在陈瑶还欠我十八万 我将笔扔在桌上 又像是想起来什么一般 抽出酒精棉片 仔仔细细擦着刚才摸过陈瑶的手 她看见我这一动作 更加气愤了 该拿的都拿到手了 我懒得多看一眼 离开回家之前 我还不忘去了一趟陈瑶妈的病房 两人挨得不远 陈瑶妈看我的表情像便秘一样难看 嘴里还不甘不净地骂着我 但在我看来 她简直就是垂死挣扎的无知老太太 有时候还挺好笑的 我朝她亮了亮离婚协议 嘲讽道 您儿子都自觉亏欠 选择净身出户补偿我呢 您也是怪识货的 偷了那么贵的羊水仙 现在您儿子自己的医药费都付不起了 还得帮您还钱呢 我极其惋惜地砸巴着嘴巴 陈瑶妈一个水杯砸过来 我灵巧地跳开 再次摇头 快别扔了 不然又要花钱买 这不是让本就不富裕的陈家雪上加霜吗 想想我都觉得心疼啊 陈瑶妈被我气得血压升高 机器传来嘀嘀的报警声 我捂着离婚协议 好心出去帮她叫护士 经此一遭 我满意地买了机票 出国探望我爸妈 结婚三年来 我很少跟他们见面 他俩都是大忙人 不是打拼工作就是忙着二人世界 像当初我拒绝跟着移民的时候 两人可是高兴地彻夜嗨歌 现在难得一见 得知我离婚的消息还有些震惊 但我懒得再复述一遍那些奇葩经历 三言两语就盖过了 在欧洲漫游了近一月 我爸的眼神愈发不悦 都说女儿是父亲的贴心小棉袄 可我这棉袄 似乎成了她爱情的绊脚石 我举手投降 买了机票 匆匆回国 回国前 老爸已为我安排妥当 是他朋友的公司 他执意投资入股 只为将我安插其中 生怕我把自家的公司搅得鸡飞狗跳 于是 我暂且前往他友人的公司历练 回国当晚 陈瑶的母亲突然造访 跪在我家门口 哭得撕心裂肺 楼上的狗都被他吵醒 狂吠不止 他的哭声与狗肺交织成一片 令人心烦意乱 你救救陈瑶吧 他哭喊着 当初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是我们家辜负了你 只要你这次帮了陈瑶 以后我给你做牛做马 我皱眉看着这位昔日高傲的妇人 此刻却如此卑微 但我们都已离婚 她的事与我再无瓜葛 你找错人了 我冷淡地说 现在离婚也有复婚的呀 她不死心 你人这么好 难道真的放任陈瑶不管了吗 我被她的言论气笑了 复婚 我图什么 图她有病 还是图她没钱 我不爽地关上门 联系保安将她赶出小区 宝宝醒来后 我才从邻居口中得知了后续 沈淑仪被公司调查清楚后开除 她吞下的回扣也要悉数吐出 而陈瑶塞进公司的南大亲戚 因不满承担赔偿 两家关系彻底闹僵 南大甚至深夜冲到沈淑仪家 将她打得遍体鳞伤 还拍了小视频 沈淑仪身心受损 但她的苦难并未就此结束 陈瑶一出院便找上她 她净身出户 无钱治病 只能卖掉老家的地根房子 这时 沈淑仪趁火打劫 将陈瑶告上法庭 要求她退还恋爱期间的所有费用 她甚至拿出陈瑶母亲用羊水仙包饺子的事情 向他们索赔精神损失费 两人争执中 陈瑶失手杀了沈淑仪 因血库血量告急 沈淑仪当晚便离世 她的家属嫌丢人 无人来收尸 医院甚至联系到了她的前夫 也无人过问 而陈瑶 为罪潜逃 警方已发布通缉令 至今仍未抓到她 陈瑶的母亲还真是高估了我 这种誓求我有什么用 他们不是自诩社会法律都管不住吗 有本事就继续兴风作浪啊 晚上 我试着给陈瑶打了一通电话 出乎意料的是 电话居然通了 她哭着向我道歉 不停地扇自己巴掌 求我原谅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 默默用短信报了警 让警方定位她的手机信号 悬赏金五万块钱呢 送上门的钱不要是傻子 很快 我就听见电话那端的警笛声 陈瑶后知后觉 反应过来 大骂我是贱人 说我不得好死 我笑了笑 对她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不得好死的人是你 陈瑶终究狼狈入狱 她的母亲也因当场心脏病发作尽了 但因交不起医药费只能停止治疗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我搬了新家 整装待发 去新公司报道 我人生的精彩路 才刚刚开始而已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